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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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忙是為了直接的理想 還是不讓別人失望 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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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已經失去主張 忙的已經沒有方向 你在忙什麼 忙著談戀愛 忙著上網聊天 忙著讀書 忙著進修 忙著孩子 忙著家事 忙著上班 忙著工作 你到底在忙什麼 最近他看了一本書 書中說 沒有明確的方向就像無頭蒼蠅 行業位置的不對就在做無用之工 忙有什麼用 根據統計若是一開始就有明確的方向 為了成就一番事業而努力的人 20個人中間有18個人成功 若每日所忙只是為了提高您的生存條件 20個人執著只有一個人成功 腦海中不禁浮現我過去在數十遍工作的情景 雖然號稱主張 但是所做的工作卻以工讀生沒什麼差別 回到用餐的時候 站在包裝台前 決定喊著主張請下一鍋雞 櫃台三個號碼請來一份飯 薯條30秒 一份小雞塊請啦 您知道嗎 在我嘴裡喊的同時 我的手也在包著櫃台顧客所要的產品 一個人就像八爪章魚一樣 忙個不停 這樣子的日子重複了兩年多 而且做著同樣的工作 這個經驗告訴我 唐業位是個不對 總是在做無用之工 而工作一個又換過一個 就像無頭昌影一樣 不知道自己的方向在哪裡 於是我選擇離開這個 讓我既耗費體力 又沒有成就感的工作 因為我花了半年的時間 才把自己的身體調養回來 唉 你有沒有發現 忙來忙去是一場空 現在我選擇了一個全新的行業 雖然比以前更好 但是我卻發現它充滿了挑戰與希望 這個工作讓我接觸人群 透過分享 我有機會完成我的人生夢想 但是我也發現 公眾演說的能力是我必須努力的方向 去年的四月 我有機會去參加升華的四周年立會 我發現每一個會員 除了忙於工作 居然還願意播出時間參加演講會 他們在學習的過程裡面讓我發現 這個就是我要的方向 我加入了演講會 一年來 透過演講會每一個單元的訓練 我除了打破過去的演講科就重新學習 我還有機會 把在演講會的主題與內容 延伸成公司的講座 在公司的主持過程中 不論場次的大與小 時間的長與短 我用引言本文節語三部曲 讓很多人驚訝 我的主持風格 為什麼就是與別人不同 在說明會的過程裡 我運用引起聽眾注意 引發他的興趣 引出他的熱望 引導他的付諸行動 視野來行銷公司的 五本創業消費支付的裡面 在引導跟朋友夥伴聊天過程中 如何經營這份事業 我讓他知道問題原因解決的技巧 來了解疑慮處理的重要性 所以現在只要公司有我的課 我就有一群始終的會員 會帶著他的所有朋友來聽我的課 你有沒有發現 我一年來的努力是值得的 因為我有Fans呢 現在在演講會裡 有各位會友 您給我的獎評 有給我誠心的建議 讓我的演講更精進 更貼近人心 甚至其中朋友願意成為 我的事業夥伴 在此我可以借用各位的雙手 給我昇華的會友一個熱烈的掌聲 好不好 謝謝你們 一年來透過昇華的幫助 讓我的演講有長足的進步 甚至讓我有機會 透過我們的推廣副總會長 蔡明吉先生的簡介 獲得公司總裁的同意 創立了楚風台北國際演講會 成為台灣的第102個分會 是不是給我一個熱烈的掌聲啊 現在還是有很多朋友會問我 你已經這麼忙了 你已經很會講了 你還要撥時間去參加演講會嗎 我一定告訴他 怕苦苦一輩子 如果你不怕哭 只苦半輩子 如果我現在不能跨出我的舒適領域 我永遠只能在原地打算 我如何能夠讓我的演講更緊緊 各位會友 您還在忙嗎 您在忙什麼 如果能夠透過學習 調整方法 確立目標 我們身風的機會一定會比別人多 這樣子的忙 一定是值得的 讓我們一起忙 一起快樂好嗎 好 一起來